哈囉 大家好 我們先等一下我們直播的觀眾 那我們今天是主要跟大家說明 東岸的這個黑衣人破門而入的這個事件 我們要透過這場直播 來跟大家還原一下現場的真相 我們先等一下各位觀眾朋友 針對東岸商場接管遭到外界質疑 出現黑衣人破門而入 政府發言人與志明 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林昭策 特別開直播還原當晚情況 甲方的進行收回土地建築物 還有各項的設備一方不得有利益 這是按照當時的合約內容 我們來進行這樣的一個程序作業 並且我們交通處的同仁也在現場 有宣讀我們的這個公告 也有張貼公告 並且執行我們相關的一個公務 還有為請鎖鎖 來進行開鎖的動作 全程我們都有錄影 並且並沒有發生任何的肢體碰撞的事件 公務人員也是依照當時的招標的合約內容 來執行公務 來收回市府的資產 然而卻被有心人士操作說是強盜 這種說法其實相當的離譜 而且誇張 我想跟我們現場的朋友再度強調一次 就是這些現場並沒有所謂的黑衣員 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執法者還有公務人員 以及在現場要進行點交的新業者 也就是微風百貨公司的樓管 他們完全都沒有參與執行公權力的過程 而黑色西裝如果說我們有去百貨公司 我們就知道這些就是這些樓管的標準制服 如果不穿黑色西裝 難不成要他們穿白色西裝嗎 這有點離譜了 他說當天接受請求行政協助 警察局派出市民制服員警 市民編一收證的警力道場 全程都有對方的委任律師在場收證 分局有接獲金融市政府交通處請求 針對本案來執行行政協助 為防止危害以及維持現場的秩序 所以我們就派遣請禮來執行 我們在現場規劃的是市民制服 市民的便衣收證的請禮 有我同九個人 因為後來有民眾報案說該出來 又有糾紛 所以我們情務指揮中心 才又指揮我們線上的六名制服警力 到場資源 那我們在整個執行的過程 我們讓對方委任的律師 自由的在現場收證還有發言 均衡位於攔阻 那整個過程也沒有發生這種衝突的狀況 也沒有所謂的黑衣人在場 以上說明 基隆市政府強調 公務員依照照標合約內容 執行公務回收資產 卻被有心人士操作室 強盜扭曲事實 希望透過直播還原當時的真相 記者黃燒民 基隆報道 還有分局長現場總共是九位 之後是有接獲到民眾